大家好爱吃鱼的小猫君又和大家见面了 韩国影帝李善君在10月卷入染毒案后 在调查和外界争议下 27日惊传在车内轻生 向年48岁 依照韩国传统习俗 逝者死后三天就要出病完成葬礼仪式 李善君的出病仪式原定台湾时间今天12点举行 必预定时间提早半小时 家属和亲友在首尔大学医院以非公开方式举行 临车在外等待 一体接着被送往经济道水源时火葬潮火化 妻子田惠镇带着两个儿子送丈夫最后一程 一度哭到崩溃 14岁长子捧着父亲一照 更令人心碎 李善君过世后 由妻子田惠镇打起精神担任丧主 而原本在海外留学的两个儿子 接到噩耗后也随即返寒 在灵堂守了两天陪伴父亲最后一程 原先传出会将李善君安葬在全罗北道府安君的祖坟 不过最后改安葬于位于经济道广州的三星开发公园目的 另外许多圈内好友这两日也陆续到灵堂哀悼致意 特别是生前与李善君交情甚度的郑玉胜 孔刘 朱志勋 金盛武和金益胜等人 则是呆在灵堂 陪着李善君及其家人度过最后一个晚上 1999年出道的李善君以奥斯卡最佳影片 寄生上流父爸爸一脚扬明国际 并演出《咖啡王子一号店》《我的大叔》等口碑韩剧神受欢迎 但她今年10月早酒店市长A女金XX仅要至少在我家吸毒5次 尽管尿液碱易筛减 毛发与叶毛精密化验都未阴性 仍三度接受警方调查 并面临骗伤巨额违约金求偿 近日才刚为阿本发文祷告的女星范韦琪 今29日也发文哀悼李善君 范韦琪因为老公黑人陈建州的关系 社群鲜少更新 也消失在荧光幕前 日前告输大牙后首发声就是为过去主持节目的棒棒堂南海阿本祷告 当时还引来不少酸民批评 不过今日李善君将出病 范韦琪稍早也发文哀悼 表示我的人生剧之一 我的大叔 真的好难过听到这样令人遗憾的消息 今年和去年的12月如此难熬 希望您在梧通的世界继续做你最喜欢的工作 一个发着闪耀光芒的好演员李善君 该则贴文下方 也难得没有网友的批评 纷纷一同哀悼李善君的离世 韩星GD也在IG发一张黑底白菊花照 没有任何文字 似乎是在哀悼李善君和做我的大叔的资深演员朴浩山 晒出多张剧照发文悼念 你该有多痛苦 好好休息我温暖的弟弟 李善君10月时陷入染毒疑云 如今毒品风波未解就撒手人寰 也让这起案件成了未解之谜 而外界普遍认为 警方调查吸毒案时犯下两大过错 除了将情报外留给特定媒体外 也过度踩信酒店女市长说辞 现在又有消息传出 李善君曾要求非公开传唤 却遭到警方拒绝 现在李善君的律师及警察单位 是各说各话 让人屋里看花 自李善君被爆出疑似吸食毒品时 警方曾多次公开传唤李善君道案说明 面对李善君的咒试 现在就有人认为是韩警方执法过当 才会将李善君逼上绝路 对此 南韩警察厅长尹西根28日直接否认此说法 并强调绝无泄露搜查情报之情事 据悉 李善君生前曾被警方三度传唤 在第三次传唤时 李善君曾要求非公开召唤 然而却遭到警方拒绝 面对媒体的提问 警察局长津西中则表示使用地下停车场会不好看 才会要求他们像前两次一样走正门 李善君的律师近29日也透露 李善君已经站上去拍照两次 再度要他站上去可以视为想让他丢脸或感到受辱 在面对第三次应讯时 也强烈要求以不公开的方式进行 但警方却在协商期间表示日期已经被媒体知道 律师才会认为就是警方泄露日期给媒体 不过面对李善君律师的说辞 警方再度出面反驳 声称现场拍照线是媒体所设置 也是李善君因要求主动站上去受访 而生前围绕勒索她的A女 27日无故缺席传唤后遭拘捕 后在昨28日抱着孩子露面 仁川法院接受拘捕令实质审查 目前调查结果 居然发现A女是个诈欺惯犯 如今法院也裁定收押 据韩媒《国民日报》报道 勒索李善君的A女 于28日去到仁川法院 接受拘捕令实质审查后 被发现她是个诈欺惯犯 经常透过二 30岁者上班族所用的同好会 APP认识男生 交往发生关系后 就会因我怀孕了 需要堕胎的钱 为了保保健康药钱 去医院接受治疗等原因 让男方给钱 A女透过此方式 陆续骗了五个男子 从每个人身上都拿了 百万到千万不等的价钱 其中又一名男子因不相信A女 和今年1月产下的孩子 进行亲自鉴定 发现根本没有血缘关系后 向法院告A女诈欺 身上早已背负一案 与声色场所女市长 关系要好的A女 因涉嫌向李善君勒索 韩币5000万元 约台币125万元 正在接受调查 27日无故缺席传唤 延至28日出席法院 竟还抱着孩子 引发不少争议 如今确认对方有诈欺嫌疑 又因有逃跑前科 因此早已经发布了鞠票 如今法院也裁定收押 她在10月时卷入涉毒 出轨一云 尽管丑闻未经证实 过去建立的好形象 也几乎全毁 不过仍有不少人 在她死后 质疑为何不能坚持下去 对此 有网友整理出14点反驳 有网友在韩国知名论坛 SAKU以那些说李善君 为什么不能坚持下去 非要轻生的人都来看看把围题 列举14项她之所以选择轻生的理由 要被酒店女市长勒索 三亿韩元约新台币700万 二报警后直接被当作吸毒犯 三总统是李宾秘书官女儿 卷入校园暴力事件后 丽善君在接受警方调查前 就被媒体曝光 四简易毒检阴性结果出炉 媒体报道要看精密毒检 五精密毒检阴性结果出炉 媒体报道要检测退毛 六腿毛毒检阴性结果出炉 又被说检测标本的量不够多 其再次测出阴性结果 媒体却说是新型毒品 根本检测不出来 把过程中她出演的新剧 全被延期上当 制片商等损失惨重 九广告被中断 要负担违约金 是每次接受警方调查时 金树门口都有拍照区域 十一通宵调查之后 还要面对媒体 十二 此生活反复被媒体曝光 十三 警方调查的部分内容 通过媒体直播 十四 死亡当天被报道 用习管从鼻子吸毒 原皮友对此感叹要怎么熬过去 贴文也引发部分网友公民 对他的报道确实有些太多了 现在只剩下惋惜 虽然确实是一件 引发民众关心的事情 可是媒体报道的方向很偏激 大家是可而知吧 不过也有人认为他是旧游自取 一开始没做错事也不会落得此下场 没人逼他去死啊 是他犯错后自己熬不下去 他就是因为这样才轻生的 因为死了之后 他的一切都会被媒化 可怜的是活着 却要替他收拾烂摊子的家人 面对李善军的宙事 外界多是不舍于感慨 然而却有部分网友认为 李善军选择一走了之很自私 对此台湾艺人吸小瓜 也有感而发表示 会说这种话的 都是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情绪 并直呼 网路霸凌就是凶手 李善军原本是大家心目中的完美大叔 如今却因为陷入染毒遗云 而选择轻生离世 令人不胜唏嘘 而也因为郭王所建立的良好形象 在中人得知李善军的噩耗时 多半是震惊及不舍 不过仍有某部分的人 站在另一种角度 认为李善军独留两级高龄妇 给妻子田慧珍很自私 对此习小瓜也在IG现实动态 发表自己看法 习小瓜表示 新闻底下一堆人留言 怎么可以那么自私选择离开 再想一想不是就好 面对此番网友的言论 习小瓜深表不认同 通常会说这种话的 都是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情绪 他也喊说重话 网路霸凌就是凶手 事实上 大多数人确实认为 李善军的情声 与警方及媒体舆论压力 有着很大的关系 除了警方紧听性片面之次外 还将情报外流给特定媒体 最后也因为媒体的过度渲染 让外界如雪花般的舆论 成为最后压死李善军的 最后一根稻草 已经进入了 只要遵復的情况下